Hello,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专栏,那我是Gina老师,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股的整体走势的情况 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公开课的时候,就是也是Gina老师给大家去讲到的 我们从这个数据的角度,包括说这个图表的角度,还有这个历史规律的角度,都对于市场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 对吧,那么这里呢,我就不多讲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这个美股最近的这个走势 以及说7月份未来的一个情况的话,可以观看我们上周六发布的这个美股二轮牛市来袭的这个课程 那么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排面的一个情况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呢,是SPY,它的一个daily chart 我们可以看到它daily chart呢,从这个趋势阶梯的角度来说,现在仍然是白色线朝上 那目前来说仍然是中期上升趋势,短期呢,现在还是绿色柱子 也就说明现在仍然是短期下降趋势,所以呢,趋势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而且呢,今天是刚好打到这个支撑,打到白色线的位置有一定的支撑,所以股价呢,又开始收了一波阳线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这个SPY daily chart的情况 所以目前来说,只要SPY的这个日线图 始终在这个白色线的上方,那中期趋势都还是走好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如果真的跌破了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中期趋势一旦发生反转 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地方,好吧 那么,这个是首先是它的daily chart 那我们看一下盘面,盘面的话60分钟图可以看出来 今天呢,60分钟图开盘之后呢,也是在往下走 往下走完了之后呢,开始向上反弹 反弹完了,从这个位置开始向上反弹 反弹到了哪个位置有点上不去呢 就是前些天股价在这个区域里面横盘的这个区域 这个位置是多少呢,303.58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位置对于股价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 因为前期股价的横盘区域的下沿就在这儿 所以股价呢,今天反弹到这个区域里头上不去 是不是就开始往下打压呀 往下打压,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趋势阶梯的柱子呢 仍然是红色的,线呢,仍然是白色线朝下 也就是说中期仍然是下降趋势 然后短期呢,还是在短线反弹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只要说股价还能稳定在红色柱子的上方的话 接下来它往上走至少就还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线的区域 但是如果说白色线撑不住,要往下继续打压的话 那接下来今天这波反弹可能要结束了,它尾盘的话可能往下走 还是有更大的一个可能的 好,那么这个呢,是今天这个盘中的一个解析 那么接下来的话,也就是说重点我们要关注 这个白色线到底会不会被跌破 如果被跌破,那么中期我们可能就要先走了 那如果说没有被跌破,再次突破这个绿色柱子 绿色柱子再翻红的话 那么短期可能会迎来一波新的行情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参与市场了 那么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大盘解析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想每天都准时收到Gina老师的大盘解析 还想免费让Gina老师帮忙整股的话 扫描微信二维码,添加Gina老师的微信 就可以免费整股了 那么以下呢,是Gina老师的这个微信二维码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